我觉得债券对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 不理解啦 因为大家可能买股票买得很习惯 那债券的种类以及它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其实我跟艳丽 我跟她借钱 对不对 我跟你借钱嘛 我要不要 可以跟你借钱吗 老师你钱很多 但我们今天是讲 对 我是不是要给你一个借鉴 而且要有利息 不然我不借你 对啊 所以你债券也是一样 债券跟票借 它都是跟人家借钱 给人家的一个借鉴嘛 那我们举个例子 那政府会不会跟他借钱会啊 他要公共支出嘛 公共支出嘛 所以在这边我稍微讲一下 各位你要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一定会选举 选举的话一定有两党嘛 像我们国民党跟民进党 或是共和党跟民主党 那大家要竞争当中 他们一定会开票嘛 什么开票 就是会增加公共支出嘛 所以美国最近不是有很多人在讲说 美国的挤在上线啊 已经到了 所以会发生一些问题 各位担心 不用担心了 那个美国的挤在上线 那个东西不是像我们的通膨 通膨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嘛 不是说美国的问题 那挤在上线只要你是共和党 我是民主党的 我们是重要的人物两个人讲说 OK 网上就OK了嘛 这不是问题 那有时候 因为我在看电视 有些人说这个是很危险 美国如果 债件会有问题的话 全世界都有问题了啦 这个不用担心 我是先跟各位讲 只要你是民主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挤在上线 一定会一直往上升 这是正常的 因为大家要选取嘛 那政府跟人家借钱的时候 当然他有最短的跟长的嘛 如果对最短的 他给你的那一张值 那个借记叫做国库借 如果最长的 一年以上的叫做公债 或是国债 企业会不会跟他借钱 会啊 当然会 企业跟银行借钱 我们一般比较学术一点 叫做建制金融 那如果直接跟人民 或直接跟一般的 受益大众借钱的话 那他短期的叫做商业本票 那如果长期的叫做公司债 事实上这种是一个借据给你嘛 但是如果金融机构 要跟他借钱的话 叫做可转换定期存单 这个重点来的 你现在各位投资人 你去问你阿公还是爸爸妈妈 去存可转换定期存单 就说 那个肯定有钱人 因为这个婚礼课税 所以你问问有钱人 你对他比较好 没有 没有 一样要孝顺 那如果你这长期的金融债 那应该很清楚嘛 其实这个都是借据而已 只是说他的名称不一样 但是这几个 叫国库建商业本票 可转换定期存单 各位 市场会听到 国票嘛 华票嘛 那个叫票件市场 你就是在做这样的短期的一个AO 这个叫票件 那应该大家很清楚的吧 可以吧 就是名称而已 这只是名称而已 那这个是我们谈到的 那这个各位再来了 你看到这个是借券嘛 那借券的话 这个英文 这个是我的助理 我就叫他不要写英文 他就故意写英文 不是英文还是要让大家理解一下 好 就这样写好不好 这样写 那里面的话有一个本金 我们一般称为便额 便额就如果说是100万 那100万的话 你看到他一定有票便金额 什么票便金额 政府跟你借100万 他每一年给你5%的利息 那这个期间是5年 这个叫做我们的债券嘛 债券就是像这样 那以前的话有实体的 实体就是 以前像我 我以前在银行做所谓的催缩 那催缩的话 我们往往也会去跟 我们银行会跟银行买公债嘛 那我们 要买公债之后 我们有时候要去跟他查红 必须要缴交现金 或是公债嘛 那 我们缴公债 就是像这样的 一个实体的 但是现在的话 都无实体的 就是说你买的话 就是你的布置里面打 100万 就像说 你以前去买大力光 大力光一张 对不对 那你去买那个 华应 好不好 那买1000张 大力光一张 那时候600多万 布置里面都一样打 大力光一张而已 但是那个差很多 所以现在的话 以前这边还有票息 什么票息 就是我100万乘以5% 每年可以领到5万 应该没有错吧 那这边就有一个5万 5万 你如果 要领利息的时候 把它撕起来 到台湾银行 那边去领5万 老师你讲的是远古时代 以前的事吧 对 我现在只是跟你们讲说 什么叫票 债券嘛 给各位很了解 也不是很远古 大概20年前 那就是我的意思说 整体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重点来了 你知道说 债券是什么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了 有政府债券 公司债 金融债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 我们要讲到什么叫做 当期收益率 跟所谓的 殖利率 就是到期收益率 那当期收益率是什么 各位你看 我们刚才讲到 如果你买一张债券的便额 我们刚才讲到是100万 如果100元 那票面利率的话 就是你在这个债券上里面 5%就是票面利率 那投资人用95块钱买入这个债券 那债券的每年都会收到多少的利息 各位这个应该会算吧 会算 不会算的话 就把它抓到隔壁的幼稚眼 继续再上课一下 那你是不是赚到5块钱 那5块钱的话 各位你看 我今年贪多少 5块钱除以95 用15块买的 那我只有算利息而已 这个叫做当期收益率 那如果你要算殖利率 就不一样了 殖利率你就要考虑到 刚才是配5块钱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算殖利率 就是到期收益率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资本利得 因为有可能是赚钱 有可能赔钱 这个就价差 我们出去一定要跟大家讲 资本利得或资本损失 因为比较有学问 如果听不懂的话 就简单的讲 价差就好了 可以吗 所以我们再算一下 你买债券的时候 跟卖出去的价差 那个算进去叫做直利率 也叫做当期收益率 那我们几个例子 假如一张债券100元 那漂面利率 应该知道了 5块钱 那你95块钱买进 那你看 你是不是这5块 这个5块钱是什么 是你的利息 那你到 各位你要了解 债券到期的时候都100块 100块 那你看 领回了100块 对 你可以拿回100块 减到95块 是你的成本 你的买进的价格 你没买进 对不对 这个叫做资本利得 太5块 所以5块钱加5块钱 除以95 那我们算出来 你的持利率就10.5 重点 有算到资本利得 就是价差 那如果一般 我们讲到当期收益率 那一年 你收到的利息 除以你买进的价格 所以我们重点 是要强调这个直利率 来 那重点来的 你看一下 各位你看 如果你100元买进去 那漂面利率5% 那持有1年到期 那你能拿100块 对不对 对 那你5块钱 那你到期的时候 拿100块 减掉你的价格 跟刚才一样 就10.26% 那状况 如果你是100块买进去的 各位 你是不是同样 领利息5块钱 但是你有没有资本利得 没有 你买100块 到期的时候拿100块 这个资本利得 价差就是0 就没赚也没赔 对 你看 你是不是5% 那5% 那如果你105呢 那你就买贵了 不会买贵了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为什么你会买到105 那你看 5块钱 就是你利息 那你到期的时候拿100块 但是你要减掉你的成本 那亏了2块 那整体来讲 刚才是资本利得 就是资本损失 那你算出来是2.94 那各位你会看到 95块买的时候 值利率高 10.26 100块买的时候5% 102块买的时候 2.94 那告诉各位什么 债件价格跟值利率 之间成还比 这个是不是价格越来越高 那值利率越来越低 没错 事实上真正的算法是这样算 那这个算法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个值利率的算法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氏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